小朋友尖叫聲四起 台北的兒童樂園不再走溫和路線 要挑戰小朋友的底線 有別於先前在原山的舊版兒童樂園 北市府赤資新台幣20億打造的新樂園 新增了不少刺激的遊樂設施 尖叫聲最多的就屬這個兒童版的自由落體 嚇得小朋友哀哀叫 很可怕 那你覺得好玩嗎 你想要再做一次嗎 應該不會 有一點點可是還蠻好玩的 沒有大霧神那麼的緊張 小朋友找媽媽 朋友找媽媽她想要進去玩 奇幻的巡翼飛翼和大型的水果摩天輪 位在士林的兒童新樂園 保留原先就有的七大遊樂設施 外型全都炫目升級 讓小朋友感到很新奇 不過人氣最旺的還是新增的六項設施 包括先前沒看過的海盜船和雲霄飛車 不知小朋友搶著要排隊 大朋友也忍不住一碗再碗 因為做很多次所以已經麻痺了 就覺得就很刺激這樣 有這麼好玩可以做很多次 對 會害怕嗎 不會 不會啊 那這是第一次坐雲霞飛車嗎 第二次 第二次 那跟之前比起來有比較可怕嗎 沒有 想不想再做一次 想 圓山的兒童樂園走過80年 是許多台北人專屬的童年回憶 隨著他吹洗燈套 這段歷史也將封存於記憶當中 而士林的兒童新樂園 緊鄰科教館和天文館 讓小朋友來這裡玩選擇更多 這座全台規模最大的公營樂園 將繼續接棒 陪伴更多小朋友長大 中央車記者紅黃君章雅婷 特別報道